汐止区104年度土石流防灾疏散演练 27号上午在秀山路登场 因为当地是土石流浅市区就怕会有万一 所以当天的演练就模拟台风大雨 要紧急疏散住户到安全的地方 算是第一次来举行防灾演练 不过场面好逼着 台风大雨水位暴涨 山区土石流浅市区也危险 里长在接获通报后 赶紧以大声工紧急疏散住户 只见在志工工所人员的引导下 住户们要搭车前往收容中心 也就是秀丰国小 汐止区104年度土石流防灾疏散 避难演练 27号上午在秀丰社区登场 并且选在土石流浅市区的秀山路 这里头有好几户的保全户 而大部分的民众也很配合 不过为求演练逼真 还有应付突发状况 现场也预定了好几个状况 首先是有人死守家园 不愿意撤离 旅长先是极力劝说 不过里民不听 状况升级到强制撤离 因为先是力劝不听的话 为了安全 警方就要开出劝导单 并且要驾离危险的地方 接着就是带他们到安置所 小峰国校一行人搭车前往 而这里一样是做好准备 包括休息的地方吃的东西等等 当天的演练很逼真 就是要让民众了解流程 希望可以将灾害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让民众老师在 我们有灾情来的时候 可以马上知道怎么疏散 怎么来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的安全 非常好的活动 对对我今天某女士抗拒了 这是不想退了 所以当然会凶一点 比较不高兴 当然如果说灾情来 还是一定要配合 这个演练很需要 因为我们这里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 都经过这个土厨流的 这个过去没有这个经验 但是正是需要 这种演练来给 这个灾民 又有灾民的话 给他用知识 还是普遍能够 我们这个休翁里面的 这个社区里面的 这个居民 大家都有这个了解 配合我们新北市政府 跟七公所 来做这个土石演练 可是做这个动作也好 可是大家累一点的话 真正遇到土石流的时候 应变说食材来得及 办这个活动也算是不错 那汐止以前是一个 多雨多灾的地方 那所幸这几年来呢 已经没有什么淹水了 我们今天也特别 针对土石流的部分呢 那跟秀丰社区啦 还有我们秀丰里秀山里啦 这两个里的里民呢 还有我们警察局 消防局 那包括我们卫生局 等等单位呢 一起来做个演练 就是希望透过演练呢 让大家习惯说 万一有一天呢 需要撤离 土石流需要撤离的时候呢 大家才习惯要怎么做 虽然第一次举行 防灾疏散演练 效果还不错 民众也肯定 当然也希望是备而不用 九层惠林 细致采访报道 好 啊 谢谢大家